本集由全台猫脚印店家 香港Presca 马来西亚钙牙卡店 以及广州玉丸堂上海超义卡牌 北京卡拉盒赞助播出 快点要玩哟 到PortalMyCode 快速又安全 朱朱大门还有折扣咯 哈喽大家好 欢迎收看芒果的中文版赛制牌组解说 今天来解说这副冰衣布 配上我们贾赫人蛙GX 那其实这副之前芒果有拍过了 但是好像很多人都在问 那你们应该是没有去爬芒果的影片吧 因为之前拍过了 虽然环境有一点点的不一样 但是我觉得主法大同小异 好来看一下他的特性 当这次冰衣布在前排的时候 对方的GX3一个通通都没有特性 什么意思呢 意思就是说对方的妖精的九尾GX 或者是什么索罗亚克啦 蝶蝶啦 通通都是没有特性的 都不能用 因为觉得很机歪 超级机歪 但是还有个例外就是说 对方如果前排也是冰衣布的话呢 那这个冰衣布是不会封冰衣布的 这个例外 为什么这样弄呢 因为你如果冰衣布对上冰衣布的话 也没有说就是说 谁先出来谁有优势嘛 官方可能不想看到这个情况 所以说就算你双方冰衣布都出来了 双方都是没有特性的 这样懂意思吗 除了冰衣布以外 好来第一招前面打90 后面打30 那就是一个扑伤的概念 来GX非常非常的强大 看对方前排的伤害只似乎乘以50 那对方如果前排有4颗能量 搜索伤害的话 我可以打200滴 4520嘛 200滴 所以说你知道 你看 我如果冰衣布有这个扑到这个30滴 再加上忍蛙进化 打了20滴的话 对方身上有50滴 我这个GX一定 绝对能够秒杀对方 没有发现 哇超级猛的 但是他有个硬伤 就是说 他能量需求有一点点偏高 因为他必须要手添一颗水能量 以及一颗双吾 才有办法做进攻 那血量200滴说真的 也不是到很高 不是到很高 好那他也只有挡这个GX的特性 那是没有挡小怪的特性 所以像那种乌贼王 他是没有办法挡这个特性的 好不过整体上来讲 还是非常非常的强大 来先看一下 来那我们的这个衣布 就非常非常适合我们的这个冰衣布 来特性就是 从手上填这个基本能量 到他身上的时候呢 可以检索你的牌组 拿出那个能量属性的衣布 进化上去 所以我们只要手贴一颗水能量的话呢 就可以进化成我们的冰衣布啦 这个应该没有什么大问题好不好 好那因为中文版还没有出水衣布 那就先不讲了 那你看 如果我先手还是后手 应该说先手比较好 先手我只要手填一颗水能量 代表说怎么样 对手后手就不能直接下叠叠了 有没有发现 非常非常的恐怖的一只怪物啊 好那再来就是我们这个智慧星啦 把手牌补满三张 攻击招式打60 看对方前盘能量数乘以20 那对方有三颗我就打120 这个应该没有问题 那这个的话其实说真的 如果遇到那种胡巴拉九尾系列的话呢 也许用我们这只来打也是OK的 好那可以帮忙补手牌也是非常不错的 那再来就是蝶蝶 蝶蝶放弃上的话 因为现在蝶蝶芒果越减越少 就是怕 就是说 因为蝶蝶现在非常非常大的靶子 能不出来就不要出来 那如果你真的要出来的话 就尽量能把事情做好做满 好不好 那蝶蝶的话从手牌下到后牌的话 怎么样 拿一张支援者到手上 那我尽量建议 一开始的时候是拿莉莉爱 把它补好补很多的时候 再使用 要的话那就不要用了 那不然就拖到后期 后期可能会拿骨枝马 或什么什么绿牌人物卡之类的 才会需要用到这支蝶蝶 好不好 那如果真的逼不得的话 拿它来攻击也是可以的 双方前排能量数乘以20 那不计弱点抵抗力 特别注意一下 那GS用不到不讲 来 我们的这个 他什么蛙忘记了 那不重要 来 那进化成我们这个 刮刮炮蛙刮头蛙刮头蛙 好像是吧 来 从手牌进化上去之后呢 可以放置两个伤害指数 在对手的一只宝可梦身上 那你想放给谁就放给谁 反正是铺上用嘛 对不对 好 进化我们的甲鹤人蛙GX 非常非常的帅 血量230 也非常的硬 对不对 那最近 芒果发现我的那个 人蛙loop那部影片 好像很多人在学 很多人在玩 那我在这个实体 也有看到很多人在玩 那我真的蛮好玩的 好 人蛙又帅又强差的特性 是从手牌进化上去之后呢 放三个伤害指数 在对手场上 你看 如果我进化一个放20 再进化一个放30 那总共放了50点之后 我们的兵役部GS 其实就可以秒杀任何的怪物了 你会发现 蛮强的 来 那攻击招式打110点 那你可以自己决定 要不要把整叠 整叠这个人蛙洗回去牌组 那这个也是说 如果对方绝对 秒不掉你的情况下呢 是可以用他来当肉盾 挡一回合 像各位懂我意思吗 好 那如果对方有可能会秒掉你的情况下呢 你就把他洗回去吧 换我们的兵役部上来 继续干扰对手 不让对手用特性 所以这两个相辅相成 我觉得非常非常的棒 来GS 挑对手一只后排宝可梦 打130滴的血量 嗯 那这个就不看弱点抵抗力 我觉得还行啦 补到用 好不好 补到用 好 水补丁的话 从墓地减一个基本水能量 冲到自己一只后排的水系宝可梦身上 那这个话就是贴给我们的这个忍蛙 忍蛙只要贴上去之后呢 我只要在一个双无的话 其实我就可以来做进攻了 应该没问题吧 好不好 那再来就是这个 我们这个吹风机 吹风机的话 就是我觉得可以吹什么头巾啦 场地啦 有的没有东西啦 我就看情况 来潮穴球芒果放两张 那两张的话 其实我是认为 把小忍蛙 这个小 刮头蛙 应该是吧 好不好 忘记了 来直接把它做出来 能做越多越好 反正我们起手尽量尽量 一定要是伊布会比较好一点点 我觉得也是看运气就是了 那除了潮穴球的话 芒果还放三张这个水痘场地 就是为了能让我们的人蛙 能够出来越多越好 越多越好 好不好 那这回非常非常的吃铺场 拜托 一定要用力给它铺出来 好那 等个那个这个单架放一张 以备不时之需啦 反正如果你能救就救吧 救不到的话 就把它洗回去吧 就是这样子 好那 Switch放一张 其实我有点想放两张 因为我怕起手并不是这个伊布 如果起手是别吃的话 我觉得非常非常尴尬 你会发现 好 再来就是我们这个计时球啦 那计时球骰两次硬币 一试正面从牌组拿一只进化的宝可梦 拿什么呢 当然就是拿我们人蛙嘛 反正我们已经铺场成功的话 基本上我们这个计时球 只要能抓几只就多抓几只 能全部进化上去 就赶快进化上去 那高级球放四张 这个应该没什么大问题 那丢什么东西呢 我觉得丢可以丢水能量 你丢场地啦 或是你不需要 这是已经铺满的话 那可能场地跟潮穴球不需要 好不好 我觉得看情况 好 好 再来就是我们这个 竹篮四张 历历历四张 这个应该标准配置 目前 好 古芝麻三张 这个都OK 都OK 那这个的话 其实我建议 如果你放三张头巾的话 也许可以改两张 一张放这个哑铃 哑铃的话 可以让我们的兵衣部 血量变240滴 我觉得也是非常非常好的 好不好 所以就看个人的抉择 都是OK的 双无四张 水量七张 这个配置应该没有什么问题 好 那这就是我们的兵衣部人挖 非常非常的酷 我们先进一段广告 想要买Code或是礼盒序号的粉丝们 有福啦 现在到Portown网站 挑选你需要的商品 确认数量后 再进入结账前 右下角的优惠券 填写Mango 立即享有5%折扣哦 腰水超 腰 腰 沙奈朵吧 哦 先手 nice哦 先手最好是 变一步起手啦 腰 水 水应该是六尾吧 嗯 没有一步起手哦 那好像有点尴尬 我想一下怎么做 没有一步起手 是不是 没有一步起手 嗯 没有一步起手 好 来 呃 我这手牌好像不太对 我想一下我想一下 不管怎么样 我觉得还是要先做出来 这个 好不好 我们先进化 好 结束吧 没事做了 就这样子 太鸟了吧 我的人物卡了 等一下有个高级球 或者是什么绿牌的 我应该就起飞了吧 哦 空木博士 OK 好 那萨奈 应该是这个 拉鲁拉斯 把它铺满 再加六尾吧 应该会有六尾 应该是两只六尾 哦 一只六尾而已 是不是 好 那你会做撤退 应该两只比较好吧 你可以撤退 然后抓怪 来 撤退抓怪 妈 要撤退 还是说他手牌已经有了 嗯 那我们来继续看下去 好 嗯 吵 巢穴球 等一下让我想象 让我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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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做比较好 哇 怎么做都不对 耶 不行 我不能让他进化六尾 我不能 我不能让他进化九尾 我一定不能让他进化九尾 一定不行 不行 我实际要撤退 好不好 实际要撤退 不行 不能这样搞 好 那我这可以先进化 不要这样子 噢 不要这样子 一只是不是 好 先进化一只也可以 我们先 因为他还没杀 那还没进化出来 所以我觉得 我们先打后排好了 好不好 先打后排 那这个先贴 没关系 然后直接来 我们来贴 来抽两张 哦 有利利爱 太好了 哦 终于 嗯 没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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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怎么做比较好 一二 好丢这两张 我们来拿那个 拿那个小忍蛙 小忍蛙 好 我们忍蛙应该基本上都在 好换你吧 好换你吧 他九尾进化 他九尾进化是没有特性的 注意 他九尾进化是没有特性的 他现在只能 只能 只能怎么样 只能糖果进化 是不是 糖果进化 有办法进化吗 卡住了吗 卡住了吗 所以我刚刚那手贴双弓撤退 是对的吧 对不对 是对的 好高级球应该会直接抓个 抓个什么东西 撒奈 蝶蝶不能用啊 他现在蝶蝶不能用 他几手空幕其实不错 我觉得 我觉得他现在可以撤退做进化 好不好 不是说说 撤退做抓怪这个动作 你的六尾呢 撒奈直接进化 要直接攻击吗 啊我后悔了 那我应该揍前面的 可惜 好 30 150 30 我想想算了算了算了 30下180 210 少20滴 30 嘶 好像有点难耶 我想一下怎么做 想一下哦 哦 miniq miniq 妖精系的 欸这不错耶 这想法不错耶 好攻击吧 好像也只能攻击啦 吹风机 嗯 好吧 没解了 60 我现在只能 厉厉厉压 好太好了 我要进化两只才有办法秒他 没有两只是不是 一只而已 想想看哦 只能进化一只而已 对不对 我想一下哦 1234 120 他等一下杀不掉我吧 除非他有能量 他有能量的话代表说我等一下如果要用这只打的话 我想一下用什么打比较好 嗯 用什么打比较好 双五 先不要好了 要先进化吗 你们觉得要不要先进化 60 90 哇 20 100 哇 怎么打都不对耶 尴尬了 好啦先进化啦 我们先处理掉一只也好啦 好不好 先处理掉一只也好 好 好 1020 好直接攻击 好 90那现在他 嗯 还蛮硬的 他现在有一颗能量我就爆了 好不过没关系 我觉得还有机会 还有机会 不要紧张 我觉得还有机会吧 我等一下忍挖嘛 有忍挖的话 我觉得 就应该可以打 还可以打 130 加90 不够 哇 有耶 糟糕我想一下 他现在没有特性 他现在完全没特性 我是不是用蝶蝶打 嗯 好 来吧孩子 潮血球 欸他怎么都没有装备卡 好想吹掉 好6耶 哇天哪他做出来了 天哪我封他也没用耶 尴尬 呃 这下有点尴尬 我想一下 我想一下怎么做 他现在可以打60是不是 好智慧星先上好了 哦小忍挖我想一下哦 怎么做比较好 好啦来个大忍挖吧 嗯 有兵一部 但是没有大忍挖 那可以进化咯 好不好 我兵一部死一只是不是 那我一部 我想一下哦 水能量水补丁 水补丁还有两张可以丢 水能量可以丢 那我等一下可以进化 那我丢阻栏 丢阻栏 我丢阻栏 然后我再进化一只大忍挖 好三十要杀谁呢 我想看看哦 等一下他现在剩多少 九十嘛 九十三只给他一百二 一百二剩一百一 一百一的话我刚好可以杀掉 好先用他 来这一进化 那我直接打前面的 他等下应该杀不掉我啦 我觉得 好那这只就送他了 这只看没有switch 有switch我又赚翻了 没有 好直接结束来换你 那兵一部一样等一下可以进化好 那水补丁一样可以 这个水补丁加双五一样可以用 不过双五剩下一张要小心一点 双五剩一张 那他现在看他应该会用特性 什么有的没有的什么 九尾啦有的没有的东西 应该会全部给他进化上去吧 我在猜的 所以要小心一点 好不好 来怎么打 那等下一百一我是收得掉他了 一百一可以收掉他 没问题 那我等下进化进化进化的话 也许可以收掉其他的小怪 有机会有机会 有机会 50滴喔 想想看喔 40 50 我等下算算看怎么打 我等下算算看怎么打 欸 为什么 你都做不出来吗 不可能吧 我GX不想开你 我想一下 我想一下怎么做 你这样子不让我撤退 你这样子不让我撤退 欸聪明耶 不让我撤退 那我就开GX咯 好 抓你 然后 我贴你好了 来 抽两张 有办法进化 没有办法进化 好直接开GX 他不想杀掉我 是不是 好 1 2 好有高级球 nice喔 Switch也nice喔 可是我的兵器部并没有能量 所以我等下可能必须要拼个能量看看 好不好 那我高级球应该可以丢了 该丢也丢一丢好了 好了 嗯 抓怪吗 他手牌是卡住了啦 我覺得他手牌是卡住了 是阿奈九尾好像拿完了可以 沒问题 我想一下 來,我想一下,讓我想一下,各位,讓我想一下 這隻六尾是不用理他,他一定死 那我現在該做的事情其實是在繼續進化對不對 我想一下怎麼殺比較好 30殺不掉,110可以殺這個 所以我覺得我應該打20 我想一下喔 20 20,20給誰 180 隨便啦,我又好像沒什麼差耶,糟糕了 好,再抽一張 幹嘛 來,你看我們這部牌超順,有沒有看到,順爆 OK,來,主第1 嗯,什麼該有都有了,來,能量的話,我想想看喔 能量可以給你啦 30點先不用給,好,來,先殺 110 應該不用洗回去吧,我覺得應該不用洗回去吧 NO N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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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 除了他等一下瞄我,他瞄我就尷尬了 他剛剛,他剛剛生氣我應該居然會有Switch吧 你看Switch放得好對不對 所以你看,如果你們想要打,想要玩的話,玩Switch也不錯我覺得 Switch我剛剛就講說可以放2啊,其實 來,你殺奈毒應該出得來吧 來,那你可以先進化九尾,先拿糖果,然後 112,你要用這個喔 好,九尾直接拿糖果和什麼 頭金嗎 還是他想殺我的,殺我的別隻啊 這什麼,模仿對手 上回合寶可夢使用的招式 非GX 好,那他現在頭金加 欸,我覺得他,我覺得他想瞄我 想瞄我兵衣部耶,糟糕了 欸,我是不是有,我好像有不好的預感耶,糟糕 好,糖果先進化,沒受傷的 這個沒受傷的OK 然後現在怎麼做 欸,他手牌那麼多 不可能沒招啊,我想一下 他手牌有可能有什麼東西 能量 人物卡 是卡人物卡嗎 不可能了吧 頭金,OK 好,然後再來 能量貼一貼骨子馬 媽 兩張莉莉愛 喔,難怪用不掉 手牌太多 馬下盾就要麻我 好,先貼能量 他應該會先貼能量 鮮骨芝麻再貼能量 應該會 好,手貼特性 然後要殺我的芝麻 看一下 欸,是貼前面的喔 嗯 先馬 好,他人物卡還沒開齁 人物卡還沒開 喔,GS剛剛本來想開他的 好,直接打110 110我會洗回去啊 喔,連行路 喔,在阻攔 喔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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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喔 我發現我兵役部沒有在前面 好虧喔 沒有辦法封他特性耶 好,場地卡不怕 喔,我有 好,110 可是110 要不要洗回去 要不要洗回去 應該要吧 要嗎 要洗回去嗎 我就可以洗回去耶 洗回去換誰出來 好,洗回去,果然洗回去 好,換誰 來換 換鹿 換莎奈 換九尾 九尾吧 應該換九尾吧 或是 換個 嗯 不知道耶 鹿 不對 嗯 好像換誰 換九尾 OK好 忍挖想一下喔 我現在打多少 我現在打多少 110嗎 140 170 我在進化這整個挖他就爆了耶 要拚嗎 你們覺得要不要拚 110 140 14 我好像有機會贏耶 我想一下喔 90 30 可是我雙無 雙無剩幾顆 看一下 雙無剩 我沒雙無了 不要再浪費雙無了 110喔 我怕他有最後這莎奈收不掉怎麼辦 好啦,給莎奈啦 夜長夢多 蓋掉 嗯,頭金是不是 好 雙無喔 雙無給你 給誰 給爹爹 給你 好,直接抽三張 骨汁嘛 現在來骨汁嘛 我想一下 啊,算了 就這樣子吧 好,140 駕回去齁 OK,YES,YES 駕回去,駕回去 那現在的話 我想一下派遲出去齁 派你啊 那也派你啊 因為沒特性啊 對方都沒特性 對方全部都沒特性 對不對 可是我再沒能量我就爆炸了嘛 嗯 派你真的好嗎 我等一下有辦法齁 就是進化他嘛 對不對 再加這個穿30穿給他 好像也不錯嘛 對不對 好,他看一下水豆腸有沒有東西齁 他吹風機用掉了是不是 欸,用掉了 好,來兵役步到前面直接訪 你看 我們的combo出來了 有沒有看到我們兵役步到前面 他的這個 阿咖,為什麼 什麼 又罰戰 好吧 我現在最尷尬的是 好像沒有能量耶 糟糕了 我等一下隨便一顆能量我就會贏了吧 對不對 隨便一顆能量就好了 不管雙五還水能量我都會贏 應該吧 對不對,我直接殺他這隻就好啦 好,蝶蝶先下 他怕,他先拿人物卡 他怕等下被我被我擋住 阿賽 OK,OK,可以 好,結束 欸聰明耶 他等下直接阿賽回去耶 欸能量贏了 對不起我神抽 你們覺得要再玩一下嗎 好啦,可以再玩他一下 是不是 可以再玩他一下 110,我想想怎麼玩比較好 90 好吧,不玩了啦 神經病 給你吧 好不好,再表演一次 我們洗回去好不好 OK 好,直接洗回去 來,110 然後直接洗回去 有沒有看到 你看我們的忍蛙可以當肉盾 又可以干擾對手 你看 洗回去之後呢 派我們的兵衣部出去 有沒有看到 繼續干擾他 他又沒特性了 哇,你看他的九尾沒特性 蝶蝶沒特性 他剛剛為了抓阿賽 還要必須把我的這個 兵衣部換下去 才有辦法下蝶蝶拿阿賽 他這一手我覺得還不錯 好,各位這樣一定要看到 我這個兵衣部加人蛙的一個 我覺得算是一個非常厲害的combo 但如果想玩的話可以試試看看 好不好 非常非常的好玩 然後就可以牽制到對手 但如果對方是小人牌的話 其實說真的 你也沒有太大的劣勢 因為你的這個鋪傷的效果 是有可能一次造成這個雙殺 或三殺的局面 但是可能你其實要去計算一下 就是我們應該要怎麼做比較好 好不好 好,那我覺得這副牌說真的 強歸強 但是非常的吃起手手順 起手手順 如果你有鋪好場 每個回合都能夠進化的話 我覺得還不錯 那你如果進化不了的話 我也沒辦法 好,大概就這樣子啦 我們下次見 我是長年駐在 非洲的芒果 任劃不應變一步 排主介紹到這裡 掰掰 喜歡芒果的影片請按讚 想知道更多PPC區歡迎訂閱頻道 小鈴鐺開起來追蹤直播 芒果最新動態都在我的粉絲頁及IG 我們下次見